以美的享受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首热情洋溢 等待着我们探究其精神内涵的诗歌 延安 我把你追寻 通过本单元前几课的学习 同学们已经学会了查阅资料 来了解文章的背景知识和不懂的地方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诗题中的延安 你又是否了解呢 来听一听同学们的介绍吧 延安是陕西城北部的一个城市 地貌以黄土高原 丘陵为主 这里气候干旱 降雨少 人们多居住在窑洞中 窑洞洞内冬暖夏凉 住着十分舒适 延安是中国工农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 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被称为革命圣地 这里有很多标志性景物 比如宝塔山 沿河 窑洞等等 听完同学的介绍 你是不是对延安有了更深的认识呢 学贵友谊 有的同学还针对着诗题来提出来了一些疑问 比如追寻延安的什么 为什么要追寻延安 和怎么追寻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诗歌中 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脚步一起去追寻 在读诗歌之前 让我们来看一看 诗中的这些字词 你是否都能读准了呢 同学们 你都读对了吗 如果遇到不会的字词呀 你可以多读几遍 只有将字音读准了 我们在读诗时才会更有感情 现在请你翻开书第104页 这篇课文是本单元的第二篇略读课文 诗题下有一段学习提示 你自己来读一读 看一看都有哪些学习任务呢 我读完后发现有三个学习任务 分别是有感情的朗读诗歌 思考追寻的是什么 和结合资料理解诗句 今天呀 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入手 来习得诗歌学习的方法 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请你自由地读这首诗 思考诗人在追寻什么呢 读完后 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同学朗读的第一小节 一边听 一边思考 你仿佛看见了什么 又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呢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 在追寻昔日的春光 像茁壮成长的小树 在追寻雨露和太阳 读完这一小节 王仿佛看到了刚刚归来的燕子 他想起去年曾经栖身的家 想起去年春天的风和花香 他开始多么急切地追寻那些过往的美好 正在成长的小树 在阳光下靶解 在雨露中舒展自己的枝叶 他们在热烈和坚定地追寻生命 这位同学能够一边读 一边想象画面 真会读书 还有同学注意到了 这一小节中的两个追寻 那么究竟在追寻什么呢 我发现这是两个比喻句 燕子和小树分别在追寻 昔日的春光 雨露和太阳 究竟是把什么 比作了这昔日的春光 雨露和太阳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小节 是否能从中寻找到答案呢 追寻你 燕河叮咚的流水 追寻你 枣原梨花的清香 追寻你 南尼湾开荒的绝头 追寻你 杨嘉玲讲话的会场 读完后 你知道诗人在追寻什么了吗 从这小节我发现 诗人在追寻四个事物 分别是 在岩河边上漫步 讨论革命的道理 就是在这条河边 诞生了许多革命战略方针 这是枣原 这里有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住过的窑洞 毛主席的窑洞前 有几棵梨树 伴随着梨花的清香 毛主席和其他的革命领导者 在这里开展了无数的革命活动 也迎接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看到图片里这个被称为 陕北小湘南的地方了吗 你们能想到这里曾经是 西谷狭窄 野兽出没 荒芜人烟的地方吗 改编这里的正是三无九旅 他们在这里发窑洞 吃野菜 自制生产工具 他们以惊人的毅力 艰苦奋斗了三年 用最简单的生产工具 绝透 让南尼湾就冒焕心眼 杨嘉玲讲话的会场 坐落着党中央的办公楼 和中央礼堂 多少次重要的革命会议 曾在这里召开 革命的精神 党的精神 在这里发扬光大 同学们介绍的可真全面呀 这四个标志性的地点 让我们回想起了 抗战时期的一幅幅画面 延安的革命者们住的是土窑洞 穿的是粗布衣 吃的是小米饭 点的是小油灯 他们为了解放 为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度过了那一段艰难 而又充满了乐观精神的延安岁月 读到这儿 再来看一看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 你知道诗人到底是在追寻什么了吗 诗人是在追寻延安这个地方 是延安曾经发生的故事 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延安精神 是啊 诗人追寻的正是这延安精神 让我们带着理解 再来读一读这一小节 同学们 刚刚我们深入学习了第一和第二小节 知道了诗人在追寻什么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是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步骤 来进行学习的呢 一 自由朗读 围绕主要问题 二 再读诗歌 找出关键词句 三 查找资料 帮助理解诗歌 四 入情入境 有感情的朗读 请你按照这些方法和步骤 来继续学习 自由朗读第三和第四小节 感受诗歌的韵律 同时思考 诗人为什么要追寻呢 我在读的时候发现 这里特意把琳琅满目 写成满目琳琅 应该是为了压昂的韵脚 这样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这位同学在朗读中感受到了诗歌的韵律美 那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我发现在这两个小节出现了很多事物 比如高楼大厦 家用电器和破旧茅屋 温热土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宇宙飞船 电子计算机和老牛破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从这些对比性的事物中 你又感受到了什么呢 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 我觉得破旧的茅屋 值过去贫穷的生活 老牛破车 值过去落后的生产条件 一排排高楼大厦 一件件家用电器 说明经济发展 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宇宙飞船 电子计算机 代表科技发展迅速 给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延安摇动温热的土炕 这里的温热 其实是指革命战争年代 亲热的居民关系 火热的斗争生活 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 表面指延安的宝塔山高耸路云 顶天立地 我觉得实际上是指延安精神 我从这些形成对比的事物中 感受到了进步和变化 今天的发展变化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 使延安精神一直在起作用 延安精神不仅改变了延安 也改变了神州大地 改变了整个中国 如今我们自主研发了日行千里的高速列车 不断刷新身前记录的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以及探寻宇宙奥秘的中国天野 这些成就的背后 正是一代代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 作为精神支柱的中国人所创造的 读到这儿 你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追寻延安了吗 从这些事物的精细对比 还有新时代取得的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中 我感受到延安精神不光在革命年代 在新时代的现代建设中 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它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 让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我想这应该也是诗人要追寻延安的原因 让我们带着理解 再来读一读这两句诗 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 却忘不了延安窑洞 温热的土炕 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 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 延安精神永不磨灭 它是我们民族的传家宝 难怪诗人会这样说 延安 你的精神灿烂辉煌 一旦失去了你啊 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 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 啊 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同学们 诗歌到这儿我们就学完了 我们知道了诗人追寻延安的什么 为什么要追寻延安 那该怎么追寻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诗人是怎样追寻的 请你自己来读一读这段文字 从中呀 我们能够体会到诗人曾亲眼目睹了延安由弱到强由贫到负的变化 他知道是延安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变化的正是这延安精神 那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是否还需要延安精神呢 我们又应当怎样追寻呢 我认为现代社会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 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变化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 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延续 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忘却延安精神 因此延安精神不仅要追寻 还要继承 我认为在学习生活中 遇到困难挫折要勇敢面对 不退缩 不低头 学习上要勤奋 肯吃苦 团结同学 乐于助人 节约粮食 纸张 不浪费一粒米 一张纸 我们能在这些身边的小事上 发扬延安精神 是啊 延安精神不仅在过去发挥着作用 在现在以及将来都将发挥作用 延安精神不仅诗人在追寻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追寻 延安精神是永不停歇的脚步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精神动力 让我们再一次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 延安 我把你追寻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 在追寻昔日的春光 像茁壮成长的小树 再追寻 再追寻 在追寻雨露和太阳 追寻你 沿河丁冬的流水 追寻你 枣园梨花的星香 追寻雨露 南尼湾开荒的瘸头 追寻你 杨嘉玲讲话的会场 一排排高楼大厦 像雨后春春 一件件家用电器 满目琳琅 我们永远告别了 破旧的茅屋 却放不了延安窑洞 温热的土炕 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 电子计算机 奏出美妙的交响 我们毫不犹豫 丢掉了老牛破车 却不能丢宝塔山 顶天立地的脊梁 严安 你的精神灿烂辉煌 一旦失去了你呀 那就仿佛 没有了灵魂 怎能向美好的未来 展翅飞翔 啊 延安 我把你追寻 追寻信念 追寻金色的理想 追寻温暖 追寻明媚的春光 追寻光明 追寻火红的太阳 一切向前走 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 曾经走过的路 时代在变化 延安精神 永不磨灭 课后 请你将这首诗 有感情地朗读给家人听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